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个北京 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中轴线 他讲中轴线是一个富有韵律观感 节奏感 然后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序列 然后他说这样的一个壮美的空间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北起中古楼南至永定门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 从北京城区中心贯穿而过 形成左右对阵格局 从元大都一史至明清时期 再到新中国成立后 750余年历史中 北京的发展建设从未离开这条轴线 日前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 深移团队负责人吕周 接受中心社专访 向记者讲述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 如果我们讲几个重要的节点 一个就是元大都的时候建中心台 元代的中轴线完成 明代改造了以后 依然延续了中轴线的特征 而且变成了一个城市南北 联通的这样的一个轴线 到嘉靖的时候 嘉建外城 建永定门 然后这7.8公里的轴线形成 清代要有加强 再到20世纪上半叶 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改造 完成以后 中轴线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 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样子 那么这样的一种很清晰的城市的规划 的方法 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 顺着中轴线而行 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徐徐展开 北京大多标志性古建筑雄距于此 吕州表示 北京中轴线代表了明清时期建筑的最高水平 但它的价值不止于此 它反映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它应当是一个传统精神的一个物质载体 我想这才是它的真正核心的价值 从永定门是外城的城门 正阳门是内城的城门 然后天安门和已经消失的地安门 是皇城的城门 武门啊 神武门啊 又是工城的城门 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格局 这样的一个分区的城市管理 然后再加上中古楼 陈中 木古 然后早上开市 晚上闭市 它反映了中国的历史 同时 它也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 中国传统城市管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 2021年是北京中轴线启动身移的第十个年头 旅舟表示当前正处于冲刺阶段 在当前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和传承中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多方面努力 最大程度上重现中国都城空间的理想秩序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不能把这个中轴线打通 感受它层层空间的变化 什么是首都风暴 北京中轴线就是首都风暴 北京文物局近日发布的工作要点中提到 将实施正阳门建楼 钟楼等文物保护工程 旅舟说 对中轴线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 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断进行的工作 而在整治过程中 要能够完整呈现中轴线的发展脉络 不是特定某个朝代 那我们在这个中轴线的整治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这些是有价值的 我们想把它重新晾出来 其实我们讨论价值的时候 是在讲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整个过程不断叠加在上升的价值 怎么样把变化的历史 通过中轴线来表述出来 来呈现它这种被不断叠压的历史叠压之后 形成的这个整体价值 我觉得才是核心 在北京中轴线上 不仅能读懂历史 也能够看到未来 旅舟说 中轴线的发展从未停止 在保护的基础上 如何将这条脉络延续创新 需要全社会一起去探索 那么这个北京新的格局 又是在传统中轴线的基础上 延伸发展而成 所以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对于老城的保护 而且也影响着我们城市未来的发展 社会的参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保护工作 是一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市民的支持 这个社会团体的参与 其实才是保护工作真正的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